佛说大臣 佛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这个意思很明显 佛是释迦牟尼佛 奔死 硕是长月奔快 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目的何在 是为了广度众生 是为了帮助众生 快快的成佛 那什么方法帮助众生 一生就能成佛呢 就这个方法 就是这部剧 佛看到众生的机缘成熟了 什么叫机缘 他能信 他听得懂 他能理解 他听明白之后 他肯干 肯发愿往生 这个机缘就成熟了 佛就给大家 讲这部经啊 满你的愿 你这一生肯定 如愿一场 生到极乐世界 清净阿弥陀佛 到西方极乐世界 修行正苦 跟他一样 成佛度身 这是佛说两个字的意思 大臣是智慧 因为世尊在华业 出现品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德相 我就把经体上呢 跟这个 融通了 相配合了 大臣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 无量寿 就是自信本具的德 庄严就是自信本具的像 智慧德相 这是果啊 果当然有因 因是什么呢 因是清净平等觉 修这三个因 你就正无量寿庄严 这个大臣无量寿庄严的果 佛果 清净 我们学佛人 修什么 就是修清净平等修 用什么方法修 八万四千法门 八万四千的方法门道 修什么 就是修清净平等觉的 这个经常 直接给我们指出来 清净平等觉 就是三学三会 三学是界定会 清净是界 平等是定 觉就是会 清净平等 清净平等觉 就是三藏 这三藏是二不经典 三藏 清净是略藏 平等是精藏 会是愣藏 你看 三学三藏 又是三宝 清净是身宝 六根清净 一成不燃 那叫三宝 直接的人 所以佛家修行 就是清净平等觉 清净 就是正觉 平等 就是正等正觉 后面这个 无上正等正觉 大臣 大臣教流 经典里头 常常我们念到的 二六多罗三秒三不提 就是清净平等觉 怎样修这个清净 不知足 见思烦恼断了 就是清净 不分别 不分别 成沙烦恼断了 就平等了 不起心 不忠应 无上正等正觉 就现成了 古包 大臣 无量寿 庄严 就得到了 这个 这个庄严 意思非常广 长级光 社报庄严图 社法界 医针庄严 通通含泄在其中 这是一部经题的六书 我这个书简单 容易懂 容易体会 才知道 这一部经里面 所教学的内容 无比的丰富 真正能帮助我们 解决一切问题 对社会 哪一个行业 出了问题 这里头都能找到 在政治上也不例外 出了问题 这个地方都能帮助你解决 你为什么不学呢 我这个地方都会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